自己幸福才能给孩子幸福 没错 爱自己 必须过动它是个反无托邦的故事 但是它里头的人性 或是他们面对的事情 都是很写实的 它是在一个比较虚拟的背景里面 在那一个社会 在那一个世界 所有的阶级 差距 它是依照小孩子的成绩来分别的 你今天小孩子的成绩很好 你就可以住到豪宅 你今天你的小孩子成绩很差 你就必须要住到鸽子龙去 在这个社会里头 所有的女人 她们只有一种工作 就是母亲 所有的母亲 她们的成功与否是看孩子的成绩好不好 有一百分的母亲 才有一百分的孩子 让你的小孩考满级分 你才能够维持住你自己的地位 跟你自己的身旺 我们或许夸张了一些 但是它也反映了一些 现在社会的一些母亲的心态 其实我们这个故事 很想要去讨论这件事 关于母性 就是母性它是自私的 还是母性一定都要是无私的 妈 我要回家 我求你了 我不要被销毁 我会乖乖的 我不要被销毁 你爱我 妈 我爱你 妈 我就好 你可能可以从这个影片当中 看到过去走过的路 你会看见剧中的某个角色 跟你有相同的软弱 然后你会觉得你不孤单 陪着观众走一小段行私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